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要注意自己的身心状况 失去健康比失去钱财更可怕 有了一个好的身心状况 还可以再找到一个新的工作 不妨练习一下 克服焦虑沮丧的情绪 多深呼吸 保有健康的心态 是下一个工作必须的条件 那正如老师应该来说 如果有人失去了工作 不知道该做什么 第一步呢 先不要慌张 要注意自己的身心状况 那可能就是说 你面临的不是失去工作的这种挑战 那可能是别的挑战 也是一样 像正如老师讲的 不知道该做什么 先不要慌 要先注意自己的身心状况 因为万一这个失去健康就会比失去钱财更可怕 然后 所以呢 就算是遇到挫折 先不要慌张 那先保有良好的身心状况 这个都是我们平常讲的嘛 留得情山寨 不怕没柴燒嘛 这个其实蛮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人的心态就是如此 你知道吗 就当你自己的表现 还是你自己的遭遇跟收获不如预期的时候 你的注意力就会很大一部分就是放在那个不如预期的部分 对不对 但其他还有其他很值得重视的部分 很要把握跟珍惜的部分 你会忽视掉嘛 就像刚刚我跟你们一起念的时候 这是一段正如老师很好的开始啊 对不对 就中间有一段你们没跟得念得上 有点撑撑撕撕的嘛 那我注意力就放在那边 是不是我哪里念错了 那其实就 其实会忘记我其实还念到了很多很好的部分 就是去注意一下我们自己的习气就有这种特征 所以这边正如老师就先教导我们说 你就算是遇到挫折 先不要慌张 先保有良好的身心状况 我们刚刚讲 留得情山寨 不怕没柴燒 然后呢 那个 正如老师就讲嘛 有了一个好的身心状况 你还可以再找一个新的工作 还有更多新的机会 然后 正如老师不妨练习一下 克服焦虑 沮丧的情绪 要多深呼吸 你今天有深呼吸吗 有的人举手 有这么多 还不错 医生你刚刚有举手吗 我们在座有一个医生 他今天没有深呼吸 好 我现在决定了 现在在场所有人自己深呼吸五下 快点 到时候你们在手机上看 看这一段的录影也是一样 你看到这边的时候就深呼吸五下 我也深呼吸五下 好 我有了怕将来有人看这段录影 中间一般看起来就 看我一直不讲话 不知道要干什么 我现在解释一下 刚才我在制作叫大家做深呼吸 因为其实呢 事实上 我看过正如老师 他很多次跟出家人 在家人见面的时候 常常提醒大家这一点 特别是有人碰到一些 这个比较特别的挑战的时候啊 可能啊 比如说 出家人他有五大轮的大考啊 有背书大考啊 年纪比较轻的会压力很大 类似这种 其实 其实正如老师都会常常提醒大家要深呼吸 深呼吸是一个要常常提醒的事情啊 自己不要忘记啊 所以刚刚就特别叫你们现场练一下啊 好 那保有健康的心态是下一个工作的必须条件 其实我记得师父当初这个 有跟我讲过一段话 我始终印象很深啊 其实这个讲起来现在有点不好意思 不过我当时就是如此啊 就是那个时候发现这个 跟我一起出家的法师好像都蛮飞黄腾达的啊 有的人这个跟上座法师出去红法立身啊 有的人帮师父开车啊 那我好像就一直待在寺院里面啊 那主要的工作都是在做那个资源回收跟垃圾分类啊 所以我那时候就有 其实心里是有点焦急啊 后来有一次跟师父见面的时候 师父就跟我说 哎 你 你相不相信与人越多而己越得啊 就是你相不相信你给别人越多 你相不相信你给别人越多 让自己会得到更多啊 那我跟师父说我相信 那师父说好 那你就没什么问题了啊 那这句话就一直放在我心里啊 就是与师父讲的啊 这个与人越多而己越得啊 实际上是 是这样的一个特征啊 所以就算是你失去了工作 就像真人老师讲的啊 就是先不要慌张 先注意自己的身心状况 然后呢 你发现如果你自己还有能力造善业的时候 尽量多造善业 善业造下去就是福 那将来就可以累积越来越多的厚福 这个蛮重要的 所以呢 我记得我以前很喜欢一个 王大善人的公案啊 就是王大善人他当初小时候他出来 因为家里很贫穷嘛 他出来做工啊 那奉养他的这个父母亲的时候呢 那他很认真 他年轻的时候他很认真啊 到人家家里帮那些这个大地主的农场做工啊 他都很认真的做 做得非常卖力啊 然后种出来的那个农作物收成都很好 长得很漂亮这样 那当时呢 他们一起做工的有一位工头嘛 就是带他们做工的头啊 工头 那个工头是比较偷懒一点啊 比较有手好闲这样 又喜欢赌钱这样 他就常常笑那个年轻的那个王大善人啊 就是王凤怡居士啊 那时候叫他的这个小迷吗 因为他排行老二 就说王老二你这个人真傻啊 我们的东家 我们的老板就给我们那么一点点工钱啊 你每天做那么拼命 种出来那么多 那农作物种那么多干嘛呢 那你自己又得不到这样 但是那个时候那个 王大善人啊 王凤怡居士就跟那个工头讲说 我也知道给的工钱不多 可是你看老天爷给的这个土地就这么肥沃 雨水就这么充分 种子就这么好 我觉得我这样好好做 我不只是说不要让我的这个老板东家亏本 我觉得我还不要让老天爷亏本 因为老天爷就给了那么好的雨水啊 土地啊 种子啊 那我不把它好好的种 种很多农作物出来 我觉得我也怕老天爷亏本这样 那后来那个工头看 他跟这个王大善人讲 王大善人也也没有改嘛 那工头就不管他了 结果隔了很多年之后 那个时候王大善人已经变成这个 万国道德总会的副会长 这个在 在大陆的北方啊 东北方啊 带领了几十万个人 都是这个很认真的投入这个 这个扇形的这个运动 那那个时候他就变得很有名嘛 那有一次他去黑龙江 省会黑龙江市的那个火车站 下车的时候 那黑龙江市的市长 还有这个一大堆这个民众都出来迎接他 那那个很多人都出来迎接他的那个场景当中呢 然后就有一个人冒出来 然后问王大善人说 王老人你还记不记得我 那王大善人看了 看了一下 你是我以前那个打工的时候的工头 你现在怎么样 那个工头就说 我现在真的是不好意思 我这个又喜欢玩 又喜欢赌博 那个好吃懒做 后来被以前的那个老板吃掉了 工作就越来越难找 现在年纪大了 找不到工作 利息没以前大 人家也不用我 我现在只能沿街乞讨 然后他说 王老人你现在这么有办法 这么多人来接你 那你看你能不能帮我一下 那王大善人想一想 就跟他说 好吧 我跟你讲个方法 那你如果信得过的话 你就认真做 那工头无路可走 他就说好吧 你讲吧 你现在这么有办法 我相信你 那王大善人就说 那你反正就是沿街乞讨 那你沿街 看到路上的那些狗粪啊 牛粪啊 马粪啊 那个时代在大陆的北方 还有很多什么牛车马车啊 这一类的 所以呢 你在路上 沿街看到的狗粪啊 马粪啊 牛粪啊 你就帮人家丢到 那个路旁边的田地里边 免费帮人家施肥 做一点扇形 就是你是乞丐 你也没有什么能力 但是你还是有一些 可以利益别人的地方 你就认真地做 那工头听了王大善人的话 他就很认真地照着做 一直不停地 这个路上捡到 牛粪马粪狗粪 就把他丢到旁边的田里 这样做施肥 就后来 那个 隔了一段时间之后 当地 黑龙江当地 有一个大地主 大财主 他就发现 他的田地 常常有人 把他免费施肥 就叫他的那个属下 去打听一下 是谁在做这个事情 那属下就回报 说有一个老乞丐 就是做这个事情的 然后大财主就叫人 把那个老乞丐 请过来 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个宫头就把当初王大善人 给他的这个教导 全部一无一时地讲一遍 然后那个大财主 看一看他这个老乞丐 然后就跟他说 那我看你这个人 也算是善良 那你如果不嫌弃的话 你就在我这边 我给你一个工作 至少你有吃有助 不用沿街乞讨 那那个老乞丐 当然就很感激 他就有了一个安身的地方 所以我举这个公案 就是师父讲的 与人越多而己越得 那当然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 我这辈子真的是为人家付出很多 我好像都没得到什么 因果是用三世来看 过去现在未来 你造了这个善严 你累积了这个福 它不会跑掉 就在你未来的无限生命 一定会出现 那当然你造的那个业力很重的话 那有可能这个这一生都出现 但是总而言之 它不会跑掉 好 因为如果说这一生碰到了困难跟挫折 还有匮乏的状态 已经很难受了 就是因为这一生 如果碰到了困难跟匮乏 你很难受的时候 你当然就想说 那希望我以后 未来的无限生命 不要再变成这样 甚至不要变得更差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更让我们有推动力 说在你有能力行善的时候 能够帮助别人的时候 应该要这样做 再记得师父讲的那句话 与人越多而己越得 那当然 这个广论上面 还有佛法上面 告诉我们的道理 会说 那如果你懂得对父母师长 三宝造善业 那因为他们都是福田门 最强的聚力业门 以前常常讲 这个平常是种瓜德 瓜种豆 都碰到这个福田门 聚力业门的时候 种一粒之马 得无量无边 坐须弥山 所以能坚持的时候 对父母师长 三宝造善业 孝顺父母 公经师长 供养三宝 你这样自然可以累积 这个最大的福报 那至少你不要为你的后世担忧 至少你这样认真做之后 你可以不为你的后世担忧 那做得好的话 那现世就赶果 那也许你的问题 就能够慢慢改善 以前我们在美国 有一个学广论的同学 他就是 也是这样 他也是碰到失业 因为美国那个环境经济变动蛮大的 那一碰到大的经济波动 他本来是在他们那个高科技公司 当高阶主管 那那次好像挑战太大 公司就先裁高阶主管 因为高阶主管拿的薪水比较多 先裁高阶主管 他跟好几个当经理的都被裁掉了 他刚才也被裁的时候 当然心里也是非常失落 也非常愤怒 觉得不应该这样对待他不公平 因为他也做得很认真 那后来呢 就在那个时候 因为失业嘛 时间多一点嘛 刚好他有朋友也介绍他那个 来学广论 他就开始这个 试试看 听一听 然后听到师父讲那个 关公念的概念 他觉得这个概念好像还蛮不错 他就试着练习看看 练习这个 关父母恩啊 这个关自己周围的人的恩啊 然后最后他发现 慢慢练得比较得心应手的时候 他就开始去关 以前那个 裁他的那个公司的老板的恩 刚开始练练不太起来 后来终于被他找到一点 他以前 以前那个老板还有一个功德 他想起来 他那个老板 其实是蛮守信用的人 在商场上蛮守信用的人 说一是一 说二是二 这个不会 不会搞话样骗人 就是说到了承诺的 他商场上的承诺 他的老板一定都是会 毫不打折的做到 他想起来 他老板有这个功德 那因为他常在 内习关公念的关系 他 他想起以前 他在原来那个公司的经历 他就心里平缓了很多 比较不会这样怨天尤人 很想报复 伤害对方 后来他就决定自己创业 也因为他有关公念的关系 他就选择做他那个原来的公司的下游产业 他不跟他原来的公司在同一个平台上打对台竞争 他做他原来那个公司的下游的产业 他就后来有一次 因为他新公司成立 他也要到处找生意 到处接订单 他就跑去参加那个什么 什么电子展 资讯展 后来有一次在一个好像是北加州一个蛮大的一个电子展的展览厂吧 那他摊位上午忙完了之后 中午吃饭时间 他吃完饭 他出来散步到处看一看 结果远远的走来一个人 他先看到对方 对方没看到他 那个人是谁呢 那个人就是他老板底下的那个总经理 就是当初亲自跟他宣布说 我们要把你裁掉的那个人 他一直觉得这个总经理是这个很心很手辣的这样 但是以前啊 透过关公电人之后 他对那个总经理的感觉也变了嘛 所以等到走近的时候 他主动跟他那个总经理打一个招呼 把他那个总经理吓一大跳 为什么吓一大跳呢 那个总经理从上次把很多高阶主管都裁掉之后 路上碰到以前认识的这些人啊 要不然就不理他 要不然就直接骂他 要不然就给他脸色看 那我们这个同学是第一个主动很和善的跟他打招呼 所以把他那个总经理完全吓到 出乎他意料之外的 后来因为他态度很好嘛 那总经理看了他就跟他聊几句嘛 聊一聊就总经理就跟他说 其实我们现在 我们公司正在跟北加一个大公司 正在谈生意哈 那中间好像有一些环节 老师都沟通不太好 好 那听说你认识那个大公司里面 负责这个计划的人是不是 然后那个我们那个同学说 对啊我认识他我们很熟啊 那那个总经理就说 那你可不可以帮忙打个电话啊 然后跟他沟通一下啊 讲一下我们的困难啊 看这个事情能不能解决这样 那我们那个同学想一想就说 好啊 那我很乐意打这个电话 好 那第二天他马上就打电话过去 给那个大公司他认识的那个人沟通嘛 沟通一次就好了 那所以我们这个同学那个原来的公司 就跟那个北加的大公司 就谈成了一笔蛮大的生意 结果我们那个同学万万没想到的是 生意谈成了合约签好之后呢 那个老板 他以前的老板汇钱给他 然后跟他说 我们照商场的规矩 我给你1%的佣金 然后我们的同学就跟他以前的老板讲说 不用 你只是请我帮忙打个电话而已 我也没有要介绍你们生意的意思 不用 老板说不行 商场规矩就这样 我照规矩做 他老板果然像他讲的是很熟信用的人 所以他说 他前面学广论那几个月 他学广论都有人补助他奖金 这其实是他自己 愿意做观光念念的奖金 所以就像真如老师在这边讲的 你真的破到挫折 挑战失去工作的时候 先不要慌 注意自己的身心状况 不要太焦虑 深呼吸 一方面 当然你可以尽你的专长跟你的能力去想办法 再找新的机会 但是很重要一点就是说 你有能力行善跟累积福报的时候 就你的因缘条件 随分随力的不要停的去做 我觉得这蛮重要 就像第一个 那个王大善人以前那个公投 他都已经变乞丐了 照道理应该他是没什么能力帮人的 但是他还是有能力 把路上的这些什么牛粪羊粪狗粪捡起来 丢到人家田里是非 这还是他能力可以做的 所以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征 好 那这是新智永世 面对失业的心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